這個動機很簡單 就是當我們在倡議這個議題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能力 我們就想要動手去行動 所以當我們剛好這個時間點 要換辦公室的時候 我們就繼續去找哪個辦公室 是可以讓我們去實驗這件事情的 很多人他其實是用一種投資的想法 概念去裝設太陽文版 然后每一年的报酬率可能6%到10%或是12%都有可能 所以第一个是它其实不只是为了下一代这种很理性 或是很理念性的这种趋势 更重要是它有一个实际上的回馈 就是经济上的效益 我们以为我们本来不能改变的事情 我们以为我们不能改变燃维发电 我们以为我们不能改变我们使用何能 可是因为我们装合再生能源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去体会跟实践 这个发电方式是可行的 然后并且去执行它 我觉得这是再生能源跟其他能源 或是在做再生能源议题上面是最有感 而且最让人振奋的一件事情